Split Jerk 這個動作其實跟Push Jerk差不多 但現在我們會做一個分腿的動作 首先講一講我們怎樣去找自己分腿的位置 很多人會選擇主腳在前面 但其實你哪隻腳在前面都不可以梳 最主要是你出來的時候是自然 以及你是找到平衡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個闊度大概是Squad Stance 你會一隻腳向前一隻腳向後 那個長度大概是你可以找到平衡 50%的力在後面 50%的力在前面 中間位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舒適的位置 大家可以試一下 最重要是你每一次去都可以做到那樣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膝頭哥呢 前面膝頭哥呢 是盡量呢 在腳跟的後面的 因為如果我 你自己可以試一下的 如果我 給力在前面 用太多力 我的膝頭哥會在哪個位置呢 如果我放在中間 那個位 那樣東西又是怎樣呢 那後面呢 腳跟呢 永遠都是起的 OK 因為如果 Drop了下來呢 我的Hip呢 就沒有辦法向前的了 OK 那我們的動作 就是這樣的 我們會做一個deep的動作 挺胸 deep 記得那個身一定要直的 跟著我們會跳 當我們一推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分腿的動作 推 分腿 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是前腳小步 後腳回 OK 做多一次 deep 腿 分腿 前腳小步 後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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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腳回